大家好 我们这一支影片来分享猫咪点滑鼠大赛的后续发展 泰国在8月15日异军突起 几下的台湾熔灯榜首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秘心呢 我们在今天会简单的来说明 另外为了不让猫党专美于钱 不只狗党的点点点游戏来了 甚至于连泰皇的游戏也来了 真是不得不佩服泰国人苦衷作乐的幽默心态 那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后续的报道 狗狗点滑鼠大赛的网址是popdog.click 它的玩法也跟popdog.click一样 但是它会不定时的在狗的身上出现饼干 只要点击了饼干以后 就能够马上进入10倍数量的一个时间 那这样子就可以快速的累积点击的数量 那台湾刚刚已经超越了泰国 变成是狗狗点滑鼠大赛的第一名了 接着再来介绍popkin这个网站 我们只要在网页上面点击了以后 泰皇就会张开他的大嘴 那这个网站主要是在揭发泰皇的生平事迹 因此没有世界的排名 如果有排名的话 世界上的人应该都会离让给泰国人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真正的重点是这个closepopkin 我们只要点击了closepopkin以后 它就会以英文跟泰文的方式 来呈现有关于泰皇事迹的问与答 那在这边他就会出 他就比如说他这个第一个题目是说 在2016年泰皇登基以后 经常的有访问泰国各地 那问你是真还是假 那当然绝对就是假的 那他就会有一个说明 因此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迹 来让各位能够了解 泰皇的生平的所作所为 那请大家注意的是 这一个网页是18岁以上才可以进来观看的 那这个就是popkin这一个讽刺的小游戏 那最后要报导的就是泰国异军突起的故事 在8月15号的时候 泰国在一天里面就异军突起 迅速几下的台湾变成第一名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有非常 这个影片的统计图可以让我们很快的知道 泰国挺进的速度到底是有多快 你可以看到前面都是 台湾也是用非常快的速度挺进的前三名 并且很快的几下的芬兰 在8月12号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注意 其实是马来西亚 是速度变得非常快 他也很快的挺进了前三名 这个时候泰国还在远远的十几名以外 泰国已经出现了 他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超越了马来西亚 超越了台湾变成了世界第一 至于泰国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增加了这么多的点击数呢 我是觉得因为在泰国似乎变成了是一个国民的全体运动 大家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直在点击这个Pubcat这个网站 你如果到推特上你可以找到更多泰国人分享的影片 比如说Grabber的摩托车骑士在等红灯的时候就一直在点击他的手机的荧幕 也是在玩这个Pubcat这个游戏 另外我们在推特上面也可以看到几个留言 基本上就是抗议泰国政府的独裁不民主 然后他们的COVID-19的疫情持续的严重 似乎都看不到政府有什么有作为的一个做法出现 因此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软性的抗议 比如说这个第二篇 他说我们非常感谢奶茶联盟的友谊 但是台湾你们有个超战的政府 马来西亚听说你们总理刚刚辞职了 马来西亚的首相刚刚准备要下台 也就是说政府那个可能要重组了 但身为泰国人我们这两样都没有 拜托就让我们能拥有这份胜利的小确幸吧 这个是泰国网友的一个在推特上面的留言 我们台湾的Facebook泰逸文 他也发出了一个声明 然后他说泰国人 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只能点猫咪 然后第一名的奖品可以是新的政府吗 因此这一个泰逸文的作者 就真的很希望泰国能赢 能够战胜疫情 能够战胜独裁的政府 那这个就是一个网路的小游戏带来全世界的一个回响 那我们真的也是希望泰国能够跟Pubcat一样 能够战胜疫情 战胜这个独裁的政府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关于Pubcat的后续的报导 谢谢各位